汕头城海的玩具产业占据了全国玩具行业的半壁江山 他们通过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打造消费者放心的玩具 今年以来全区又有36个玩具产品获得了国际认证 今年汕头城海区镇政府加行业协会加企业产业集群联盟标准工作模式全面推开 解决了无标生产的问题 广东汇乐玩具实业有限公司是首批获得国家强制性3C认证的玩具企业之一 那岸墙是永远是第一的 这是超出国家标准的 我们以最高标准来做 从洋材料上就已经增加了成本 但是从管理上反而节省了这个资料的风险 据统计今年汕头城海区共新增36个玩具产品获得国际认证 到目前为止城海已经有252个玩具产品获得彩标认可 800多家企业获得3C认证 促进了城海玩具产业的转型升级 这次是三十五个玩具产品获得工具产品获得国家 最后一开玩具产品获得国家 1和国家 4 6 7 6 感谢观看